后台的花絮 赶快来看一下 F4在星期六的中午到达香港机场 50名的保全人员手拉着手 将四个人团团围住 避免歌迷为了把礼物送到F4的手中 而突破防线 引起混乱 不过疯狂的歌迷仍然是奋不顾身 一拥而上 保全人员互主心切 一肩膀将歌迷撞了出来 十分粗暴 由于歌迷的人数众多 最后把保全人员所围成的大圆圈冰散了 在混乱之中有歌迷跌倒受伤 经过一番活动 最后一名成员严陈旭 终于也被送上了保姆车离去 过沿路上都有歌迷们驻车追逐 引致交通有点阻塞 F4到达会场之后 就在后台预备为当晚出席歌迷聚会的歌迷们 录制VCR请述新生 四个人在后台内开始嬉闹起来 各自扮鬼脸十分搞笑 F4在后台玩得十分开心 但是在记者登记处 等候进入会场的记者们却一点也 F4向消防人员一样滑了下来 又以水枪向台下的观众猛射 大家当场欢呼大叫 整个舞台设计了三条长的跑道 向观众行声展开来 还摆放了翘翘板和可以转动的游乐场装置 F4按照惯例以广东话向歌迷们问好 这次的歌迷聚会 一共有来自14个城市 共一千多名的歌迷出席 既然是歌迷的聚会 当然少不了让歌迷们排队 上台与F4做近距离的接触 大家一起玩着各式各样的团体游戏 虽然大部分的游戏都十分的幼稚胡闹 但是歌迷们都甘之如意 一点也不会觉得无聊 能够与F4同台做什么都是好的 F4的成员又在台上各自扮演 仔仔的睡姿 以及睡觉的时候会做些什么 最后有仔仔自己 年少自己的睡姿 以及在睡觉的时候都在做些什么 我会选择 一边睡觉一边 学开车 学开车 怎样学开车 就学换党 因为我一喜欢开车 就会想一边睡觉一边 学开车 对很好 非常好 严陈旭谈到结婚的时候 要找吴建豪当作伴郎 伴娘就会找仔仔 因为他觉得仔仔长得十分俊美 仔仔表示到时候自己会努力做丰胸的 伴娘 是对伴娘 在 不然现在 哈哈 可以 有没有说他怎么能 那如果伴娘也不见了 对 这样三位 请努力 那一位 卡牌就好 哈哈哈哈哈哈 站在一起 三位 还要伴娘 杨柴火的传闻也做出了澄清 一定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心的领域 然后先去一起 我们大家先专心去做一件事 然后等到有什么不错的戏啊 或者合出唱片的时候 我们四个才在一起 可是就是还是会有个人的一些东西出现 对啊 可是那不代表要解散 那代表我们会让自己的力量更壮大 对啊 然后让更多人喜欢我们四个 对 身为某个汽水品牌的代言人 F4难免要在台上猜一猜自己所喝的饮料 是属于该产品的哪一种口味 不见豪和朱孝天都轻轻松松的过关了 再再者一场再场 不过最后还是顺利的猜对 严陈旭一时紧张喝下了大量的汽水 导致打嗝令大家捧不大笑 或身为代言人他当然也不会猜错 F4更在歌迷的欢呼声中 宣布香港区的歌唱会加开12月23号一场 最后F4一边唱出汽水的主题曲 Ask for more 一边向台下的歌迷们发海报和礼物 整个歌迷会就在欢乐的气氛之下结束了 有新闻两广传流听香港采访报道